第498章 谁输谁赢 就看谁更有手段 这么快 芸汐接过她递过来的A4纸 随手打开看了眼 是韩婉林的谈地 韩家老二韩中腾的资料 虽然排行老二 前头顶着韩耀天这个私生子 他这个第二顺位继承人 排到第三去了 上一世 韩中腾为了韩家继承人的位置 没少暗中对韩耀天下手 韩中腾是个手段很辣的男人 比起其他几个豪门的少爷 韩中腾更像是一匹狼 一匹知道折服 且极其聪明 不择手段的狼 而身为私生子 韩婉林更是恨不得 对韩耀天除之而后快 毕竟他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他要是有个万一 韩家就成了韩耀天的了 如今韩耀天上位 韩婉林又被支到国外去了 他能不及才怪 所以 他会和韩中腾合作 联手对付韩耀天 帮他监视国内动向 芸汐对此并不意外 利益一致 目标一致的时候 只有合作 才能达到共赢 内讧只会让对方占得更多便宜 这个道理他懂 韩婉林不可能不懂 如果韩中腾愿意跟梁信仪合作 帮他一把 不可能没有条件 芸汐翻到资料后面 果然如他所料 韩中腾调查过他 如果韩中腾愿意跟梁信仪合作 是因为知道 他跟韩耀天有关系 想利用他的话 那就有意思了 只要随便用点手段 他就能让韩家的人窝里烦 至于梁信仪 他敢把他妈弄回来 那他就敢把云家弄得 鸡飞狗跳鸡犬不宁 谁都不得安生 梁秀琴想回来是吧 那他就让舅妈从乡下过来 陪他好好玩玩就好了 梁信仪把梁秀琴弄回来 无非是想在云家站稳脚跟 让云远峰发现他的价值 一旦云远峰看到 他有利用价值 那么以后 梁信仪就可以趁机给自己提条件了 到时候 不仅梁秀琴会替他说话 就连云远峰 也会看在他背后的韩家的关系 有所妥协 如果云西在这个时候 再把陈丽雪弄到云家来 那就每天都有好戏看了 梁秀琴担心自己被赶出大院 又担心梁信仪不帮忙 必然不敢对陈丽雪入住云家 有意见 陈丽雪仗着这个优势 以他那个德行 必然会得寸进尺 胃口越来越大 壮大陈丽雪的野心以后 他再从中挑拨一下 梁秀琴和陈丽雪之间的 陈丽雪 谁输谁赢 那就要看谁更狠的下心来 谁更有手段了 梁秀琴夹在中间 可以说是占足了便宜 可她不知道 真正占便宜的人 是云西 云西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需要看他们三个内斗 到最后 两败俱伤 她在渔翁得利 梁秀琴替她解决掉了她妈 又断了梁秀琴 想要培养她的后路 那就 只剩下陈丽雪 跟云元峰当靠山了 到时候 她再给她爸 来个外遇 有富之富的绯闻 闹腾闹腾 这么一闹 云元峰为了自己的前途 必然会弃居宝帅 舍弃陈丽雪和梁秀琴 这么两个没有靠山的人 对于云元峰来说 并不是什么难事 他们远没有了解云元峰 在她心里 利益至上 其他的感情亲情 都得靠边站 到最后 云西再与沈家 和蒋家的关系利用一下 云元峰的立场 还能不倒 已经有人替她 把她要做的事情 都做完了 她还需要做什么吗 哦对 等着看好戏就行 再次看好戏就行 再次看好戏就行 那边 感谢观看